oh no hello大家好我是斌主播 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小试验 我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比较常用的一个瓦斯罐吧 这是在户外烧烤用的 这个瓦斯罐呢大概是8块钱左右 对 这个可就贵了 这个是在肯德顿泰尔买的这么一个喷枪嘴 那么这个喷枪嘴呢 税后的价格呢大概是40 这两个连接在一起 拆包装 这一个保护套 这个喷嘴呢是可以和连接的 好 这就连接成一体了 连接好了之后呢 这就是一个特别 大的一个喷枪吧 可以收拾 我们来试一下啊 他这有一个按钮 这可以调节他这个火的大小 现在是关的状态没有气出来 听到声音了吗 听到声音了吗 对 这是一个打火关键 这个是打火关键 这是电子打火的 如果要是买没有电子打火的话呢 也可以便宜一点 大概是30多一点 这个呢是有电子打火装置 它就40 那么我们今天要用这个喷枪干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身后 有这么一个大的一个箱子 看到了吗 这个箱子的表面呢 非常非常的脏吧 这个并不是脏 这是缩掉老化了 那么今天我们用喷枪 看看能不能把它给恢复成 比较新的状态 那么在网上呢 也有一个特别火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 就是这段视频 现在这个喷枪已经打开了 我们来试一试 那到底有没有像网上 这个展示的这么神奇的功效啊 哎 效果很好哎 现在我给它关上了 大家看看喷的这一下的效果 你看这一块基本上是新了 没有刚才的那个白色的那个印记 那么像这个位置我们是拿钢丝球也刷不掉 这可能是网上的那个 这可能是网上的那种 这可能是网上的状态 大家看着整体喷完之后的颜色呢 都已经是恢复了它的绿色的本来的颜色 但是呢 由于它前面滴的有一些油啊 或者是一些漆啊 什么的 当时刷刷不下去 所以呢 这在喷的时候呢 这就出来了 然后我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用洗涤淋 或者是什么再给它擦一遍 看看能不能把这些点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给它弄掉 现在用钢丝球再打 就感觉这好像不是油 是是一种胶 它经过那个火烧完之后呢 这个胶呢 就相对来说硬一点 然后它就不吸附在这个箱子的这个缝里了 所以呢 这么蹭呢 也能够给它蹭掉 但是有点费时间 就是胶 502啊 或者是这种万能胶 因为它这个表面是比较粗糙的这种 有点皮质的这种纹路 所以这个胶呢就吃在这个纹路里 这个是洗涤淋 然后呢 用的是百结布和钢丝球 然后这个呢 是应该是75%含量的九星吧 现在箱子呢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非常好了 基本上那个胶都去掉了 看这还有一点点印 最终发现呢 这个酒精还是管用 因为酒精呢 它有溶胶的这么一个特性 对 这样的话 整个箱子的表面 它这个颜色都已经恢复 它本来这个绿色 看着还比较新 但是呢 还有一点点胶 在上面有一点印 我们再来 最后拿火烧一下 看看最后这个火烧完之后 它的效果会不会比刚才再好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